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百万 数据为什么会这么惊人呢 按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的说法 两周甚至更早之前 不少国家的政府和民众 对疫情威胁认知不够 未能采取足够有效的防控措施 再者 随着各国检测范围扩大和检测效率提高 全球病例数猛增 这也正说明此前检测的严重不足 是造成疫情恶化的重要原因 瑞安还曾表示 意大利和西班牙疫情近日出现趋稳迹象 采取的社交疏远封城等措施有效 这意味着是此前的严防措施不到位 另外 上海市医疗就职专家组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认为 病亡率主要还取决于疾病管理 以及医疗资源管理